这是最放心的午餐肉配方 和买的午餐肉味道几乎一样 准备500克猪肉 我用的是纯瘦肉 因为夏天来了都要减肥 你也可以用三费七瘦的肉 口感更好 猪肉去皮切小块 再用嚼肉机搅碎 没有嚼肉机用手工剁馅也一样 也不用剁太碎 就像这样带点颗粒感是最好的 然后加调味料 可以直接买午餐肉调料 做出来的和梅林午餐肉几乎一亩一样 加45克 另外加3克食用盐 35克土豆淀粉或者玉米淀粉 15克普通面粉 1克红曲粉用来调色 没有的话可以不加 120克清水 如果肉馅里面带肥肉的话 就只用加100克清水 然后搅打15分钟 使肉馅伤劲口感才会更好 可以用厨师机或者面包机帮忙 都没有的话用手也可以完成 不过是累一点 肉馅交到伤劲以后弹性非常好 蒸午餐肉的模具要垫上油纸 方便脱膜 肉馅不要一次倒进来 那样底下的压不实就很容易出现大气孔 最好是分次方 底下的压紧呢 再加上面的 铲子刷一点点油 就能压得非常平整 不会粘 一层一层分开放 都压紧出来的成品就会更好看 口感也会更紧致弹牙 模具上面盖上锡纸或者扣个碟子 防止多余的水蒸气滴进来 蒸菇多加点水 开大火蒸 水开后计时40分钟 关火后焖几分钟再出锅 绵绵嚼嚼的可以切掉 切开看一下里面 没有大气孔 比较细密减齐 没有添加防腐剂 所以要尽快吃完 如果超过三天 建议放冰箱冷冻 最后别忘了关注军泡美食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